MELIOSO 欢迎回来到MELIOSO 大家好吗?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11月最常用的包包 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 我11月用最频繁的三款包包 第一个呢就是我的HELLS ON 25 我真的是深深的非常热爱这款包包 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用 这颜色也是非常百搭 还有它是偷狗皮 所以我用它的时候呢 完全是不会多去想它 或是它需要我多去照顾它的一个皮革 那这个包包我通常都是 还是放在最长的肩带上面 这个肩带是可以调节 它有三个孔你可以调 那我最长的是可以鞋背 如果你放在第二个孔呢 那你就可以肩背 或是你放在第三个孔呢 你就可以就是那种短的肩背 我之前有做一个HELLS ON 25的分享 我会把链接放在上面 你可以去看那个影片上面 我就有背给大家看 基本上我买的这个呢是25公分的 就是它下面是这样25公分 HELLS ON也是有出mini size 它也有出一个31公分 个人觉得25公分呢是最实用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包包 这包包我买的颜色呢 就是搭香灰配金扣 我觉得扣的金属颜色呢 在这个包包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它就只有这里有金属而已 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看它后面呢也是没有金属的 它是有两个口袋 这两个口袋呢超级方便的 我通常背这个包我的手机呢 就会塞在这个口袋里面这样 然后如果我需要就是比较常拿的卡 或是一些小东西呢 我就会放在这个 pocket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设计呢 真的是超级无敌实用 前面呢打开来呢也是有两个口袋 这两个口袋呢我通常就是放收具 因为它这样翻起来拿我觉得还OK 或是呢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这样手拎着它 也是很OK 然后呢里面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隔层 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包包 所以呢我等一下会把东西拿出来给你们看 后面呢是有一个隔层 这里呢就有一个大隔层 这前面这里是没有口袋的 给你们看它就基本上是没有东西 它这一面呢就是那个swift皮 后面这一面呢就是togo皮 然后里面这一面也是swift皮 我觉得超好用的就是我侧杯的时候啊 我要拿东西呢就超容易可以拿到 and它也非常能装的一个包包 好我现在把东西拿出来给你们看 ok 基本上这样就空了 它真的是超能装 我很喜欢带的mini pochette 其实也可以装到这里面来 但是我今天就没有用它我就散着把东西放进去 不然它是可以装的 后面这里呢我就放一些receipt 所以我就不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是11月我用最多次数的 就是这个House on Assu Togo皮大相回 这个是我第二个包包我用 就是11月的次数最高的 我很喜欢很喜欢水桶包 我觉得我买了这个Chanel家的这个水桶包 真的是买对了 我之前有买一个红色的 就是它上面是有个肩带 那个款式也非常火 它下面就有一个这样圈的 and那个是荔枝皮的 我这个是帆布的 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没有很喜欢用它 因为它上面有附一个肩带 没有错是可以就是top handle拿 也很方便 但是我觉得我每次拿东西 从包包里面拿东西出来呢 我觉得那个卡的非常严重 那像这个呢就是一个大的空间 所以我进出这个包包呢 其实是非常容易 然后我这样往下看呢 就知道说我的东西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是很适用 我里面是有放一个内包 就保护里面 and因为它这个整个是一个大隔层嘛 所以我买了一个内包呢 它是有附小口袋在旁边啊 所以我小东西呢就可以塞到那里面 它后面呢是有一个拉链 就是如果你比较重要的东西 你可以放到后面这里 给你们看后面这里有个小的口袋 一个拉链口袋 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 这是黑色的 它是反布 所以呢我自己是需要比较小心一点 就是怕譬如说我吃东西啊 或是我放在桌上的哪里 就不会把它就是stain到 但是黑色的话呢 我就不会怕就是color transfer啊 或是就不能背 如果我穿牛仔或是比较深色的衣服 然后它这个呢就是用那种珍珠的那种 Imitation的这种pearl 做这个chanel这个logo 我觉得超好看的 然后还有这个啊 这个抽绳啊 我觉得超好用的 就这样抽起来 然后我要用的时候呢就这样 所以它这个设计呢 我觉得做得很好 就有一些抽绳呢 你用的时候呢它会比较卡卡一点 这个完全不会 它就是非常好用 然后它是有附一个肩带 我现在收起来的 那它是有附一个 这种chain的肩带 那上面呢是有这一条皮革 我背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舒服 因为这个就会靠在我的肩膀上 通常我用的就是肩背它 我自己在Amazon上面呢 是有买就是一个长的 那种可以勾在这边 所以呢我可以top handle如果想要 那基本上我大概九层背这个包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背 因为我觉得它进出呢是很方便 那最近我都需要就是跑这里跑那里的 所以呢我需要一个非常容易 就是可以斜背的包包 然后我进出的包包比较容易 因为疫情嘛 所以我去店里的时候呢 我不想要就是比较复杂的包包 就是我找东西呢会比较难找 我就这种水桶型啊 或是我那种House on型 就是带我的基本就是我的手机皮包钥匙呢 就可以出门的那种呢 对我来讲这一个月是最方便的 下面给你们看一下它是没有佼佼的 所以我用它的时候呢 当然就是要比较注意一点 因为你看像我这里呢就有弄脏一点点 因为我可能放到不知道哪里 可能就弄脏了 但是没有关系 就我等一下可能用一个什么湿纸巾把它擦一擦 看可不可以把它擦掉 这就是帆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 你弄脏了就没有像皮革一擦就可以把它擦掉 我要来测试这个容量给你们看 就把刚刚那些东西放回来这里 所以我通常如果要戴我的眼镜啊 或太阳眼镜啊 是可以放进去的 或是我的LV的那个Mini Pochette 是可以放进去的 然后我就这样把它抽起来 就非常安全你看看 就这样 超简单的 最后一款包包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的Lindy 26 最近又非常乐爱背我的Lindy 26 它这个肩带呢真的是超级好背的 因为最近我们美国比较冷一点 所以呢我都是穿那种大衣 所以我肩背这个呢 这个size也是非常OK的 也是很容易 我很喜欢26 因为它真的是很能装 我这个颜色呢是大香灰配金扣 这颜色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大地色的一个颜色 也穿搭呢就是非常容易可以搭的 让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Lindy长什么样 Lindy's呢基本上就是这里有两个扣扣 如果你要把整个包关起来呢 你就要把这个扣上去 这里再扣上去再转一下 这个就是它关起来的样子 通常我背它呢我都没有把它关起来 我就直接就是两个就是这样 我Zipper会Zip起来 但是呢我这两个就放在这里这样 因为我比较容易可以拿到东西 这个flap已经有扣到这个turn lock上面 所以我觉得已经很secure 那这个都已经肩背在我的身上 第一呢就是两边都是有这个口袋 这口袋也是超好用的 我的手机呢也是通常都是放在这里面 就很好拿 可能这一面呢就是我会放一些receipt 或是一些小小东西 然后后面呢就是长这样 后面是这样 下面呢就有脚胶 它就有五个脚胶 然后我这个呢是touch 所以呢它上面这一个皮是alligator皮 那我给你看喔 它们如果你有特殊皮在包包上面的话呢 你的这个爱马仕上面呢 就会有两点或是到V或是方块 所以你就可以看你的包包 就可以知道说你是哪一个alligator皮 看一下里面呢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空间 通常我用这个包我都会放一个内袋 因为它里面呢是swift皮 所以它是比较容易会刮刮的一个皮革 所以我在里面如果要找东西啊或是刮到的话呢 我觉得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都会放一个内袋在里面 再把我的东西装进去 你看这个容量真的是很大 这个是26公分 那我自己呢也是有mini size mini size呢我也是非常喜欢 and then lindy过来呢就是这个26 and then还有一个30公分的 还有一个34公分的 这个人是非常喜欢26公分跟mini size 如果你们在考虑的话呢 就看你们自己的需求 因为lindy26当然就是你上班啊 如果你要带保温杯啊 比较多东西呢 但26这个size是足足够的 如果你像我有时候出门 只需要一个卡包钥匙手机的话呢 那mini lindy呢是完全足够可以装那些东西的 所以就看你们个人的需求 26呢就只能兼杯 那mini lindy呢就只能鞋杯 所以看你喜欢兼杯还是鞋杯 我最近因为我穿比较大的那种衣 所以我都是比较喜欢兼杯 所以我这宝宝就拿出来用的次数就比较高 我现在要来装我那些东西进去给你们看一下 那通常里面呢就是这样 我是有放一个内包 我如果用这个包呢 我基本上都是会带我的mini pochette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嘛 所以你看我的小东西 就会这样散来散去 我就没有那么喜欢 所以我一定就是会带一个小包 放在这个包包里面 今天就是介绍我11月最长次数用的三款包包 希望你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跟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